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们看看最宏观的本地生产总值 今年第二季GDP按年仍然微升0.4% 但是到第三季就按年到差2.9% 今年全年GDP增长预计跌1.3% 是自09年环球经济大衰退以来 第一次录得按年跌幅 GDP好像很虚感 那不如看看我们打工仔最贴身的房门问题 失业率由7月至9月的2.9% 去到最新8至10月的3.1% 讲经济就当然要看销售数据 日经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10月录得39.3% 11月跌到38.5% 那到底有多差? 是03年4月SARS疫情以来最差 隧道贴地的记录还未完 零售业总消货价值 今年10月的数字按年跌24.3% 跌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 所以说经济大祸临头不是铐客 但是坊间对经济寒通 传出种种的说法 我们又看看真是假 随着首阶段协议逐渐有共识 中美贸易战似乎有降温趋势 但是战线蔓延到金融战等的说法 仍然不时传出 那究竟什么是金融战呢? 现在中美两国的贸易战 是指一个国家利用关税 入口配额等的贸易壁壁 打击另一国的出口产业 去保护自己国家相关产业的手段 但是金融战主打的是货币 运用各种金融工具 去搞垮其他国家经济的特殊战争 假如美国要实施金融战 实际的操作可以是 禁止这些国家利用美元金融体系 进行结算、汇款和交易 又或者禁止这些国家的企业 在美国正圈市场融资或者集资 再不是禁止美国金融机构 或者各类基金投资目标国家的金融市场 当然了 如果真的有国家发动金融战 对自己国家的货币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因为货币是讲求国与国的信任 假如一国利用货币当武器 其他国家还怎么顺利呢 所以专家都说 美国发动金融战的可能性并不高 只不过可能性不高又未必等于零 未与调谋始终是好 与香港最贴身的莫过于联系汇率制度 近年坊间多次传出港元和美元脱欧的可能 那到底脱不脱到 脱好不好 脱了有欧哪一个好呢 资深财经专家林一鸣就坐下和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答案可能大家会比较悲哀一点 但我担心是不会 而时间未必很久 可能是十年之内左右 当然你说如果港元资赚到美金 一个百多年都很长的时间 你说港元赚到美金 其实当然有货币和货币 有个好处的时候 其实就是对于外资来说 信心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现在港元赚和人民币 两个比较的话 人民币相对对于外资来说 是有点击住了 譬如你入和出 又不是自由浮动 你每次去换 可能要外观局审批 要搞一轮 港元赚自由地走去 一个地区 它要把货币去其他国家的话 其实从经济理论的话 你应该是选一个地区 与你的经济日常交往 那些是最多的 例如那些地方 九成都是跟A国家去买货品 出口入口做生意之类 你当然是把A的货币 你会令到经济 因为货币而受到的风险 会减低 很明显现在香港 对于所有的经济范围 一定是对人民币的 大部分的东西 你来来回回那些 你一定是从国内交易 比美国多 所以如果从经济角度 那把人民币 又好像正确一点 所以要去秤 我觉得今天秤的话 港元币美金的优势是多些的 但如果到某一天 可能5至10年之后的话 这个优势会减低 而香港的贸易 和国内一定是越来越多的了 去到某个位置的话 可能到时就会unpack了美金 而pack到人民币了 另一个市场经常说的是走资问题 英国央行英伦银行指出 至4月起 约有50亿美元 即是大约390亿港元的资金 从香港投资基金撤出 首先我们要看见什么叫走资 那是走资 现在近这半年 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有很多外国的 包括国内 一些无论是企业 他在香港的投资 是慢慢地减少的 本身 譬如他在一个英国美国的公司 可能是香港 譬如有请了100个人 他真的可以减少 他不请少些人 可能只剩30-50个人 一些人就少一些 而公司又少一些 那些钱当然会走 他可能有些是 譬如投资在香港买股票 都是减少一些 又会走 甚至他想着来香港 发展的 本来想着放了一块钱 我要开10间分店 我现在又不做了 甚至人都不来 这方面的投资 是大幅减少 当然 投资直接带到的现象 就会在一个走资 他想着开10间公司 他都不开了 现在开一间算了 他本来 放在那里开9间公司的钱 当然会搬走 而第二点 就是本身香港人的方面 如果近我们观察的话 中间中产 下面那班 有些是走资的 当然有部分 可能他心态问题 他觉得很害怕 又很担忧 或者他可能比较 偏黄丝的背景 有部分我们看到 他们将部分 他们是香港的存款 搬走 搬去 譬如你说 新加坡 现在 或者其他地方有的 但是那些 不太多的 可能是几百万身家 或者几十万的钱 如果你说真的 我们叫做高利率 或者再多一点 譬如你说 通常高利率 我们调回到三百万美元 或者以上 流动现金 那些走资 真的一步步 也不是很明显 因为你说 如果他们减少了投资 而走资一走 但是你说那些 高利率 或者一些 譬如本地的企业 譬如大老板 他说 把钱要搬走 不是太多 我觉得也不是太需要 因为我们要分清楚 现在香港发生的问题 投资前景 是相对会偏淡 偏淡的 因为投资 我不买少许股票 所以你走 会发生的 如果你说 如果是走资的话 你会不是看投资 你是看你的银行体系 你可怕不怕 譬如银行会 倒闭 或者把这些钱会充公 或者你本身的经济 会不会很严重 甚至你很害怕 甚至银行也会破产 去到这个位置 我不是太担心 等于我自己 都暂时未笑走资 分析完多个坊间迷思 新一年就快到 当然要展望将来 看看之后的市况 经过这半年的时间之后 无论很多外国的投资者 例如外公司也好 特别是国内公司也好 毫无疑问 一定会减少香港的投资 即是本来开店的 不开字 本来我要 本来公司50人 我要变成500人 要开很多分店 现在都不开字了 这个投资是大幅的减少 甚至他们人都不来香港 这是第一点 会直接影响到香港的经济 和失业率 虽然如果是香港的商人 或者是香港的市民 其实他们的思维就要接受这件事 但如果是实际行动 他们可以怎样 可以令到自己的资产 可以在这场转变下 不要输那么多 甚至可以赢呢 首先资产要先分布 你考虑一下 香港起码还有五至十年的时间 金融地位都可以 所以这五至十年内 不需要太担心 第二 你可能真的要做一些分散投资 尤其是生意业务 投资还有五至十年 始终这么多国内企业 在香港上市 你不是说今天10比0 明天是0比15日 都是192837慢慢去 但投资环境真的有转变 所以我奉务一下 如果你本身做一些业务投资 香港的经营环境 真的有个心理准备 是越来越困难 越来越难做 越来越难赚钱 因为小企 中企 大企 如果百分之一百个 你的业务 生意 在香港 这方面真的要小心一点 因为可能生意额 我自己有些投资生意 这半年也开始看到它慢慢跌 另一方面的投资 例如物业方面的投资 这个现在的信号很明显 住宅市场暂时 例如春年未来一年 不是怎么跌 好像很少 你看到这半年 每个星期放出雷弹 有示威 楼价其实没怎么跌 租就跌了 住宅市场跌了 上周我刚刚放了租盘 整个租价 比起半年前 跌了15% 而铺和商业楼 跌得更加多 起码三成左右 还可以再跌下去 例如物业资产投资 逐个牌 住宅楼价 会比较稳定 始终有 2万方面 住宅租金下跌 已经跌了 新受其害 放盘租的 放盘租后 很难租出去 然后工商业物业 跌得更加多 然后铺位 租也好 价格也好 大一点 不论数据 还是专家都指出 Winter is coming 并风三尺 非一日之行 归经究底 香港经济搞成这样 都是政府年年施政失误 止暴无方 社会动荡 搞到港人自豪的国际金融中心 随时毁于这个特殊政府之手 气候越来越暖 算了 香港的经济就越来越寒 要在经济寒冬之中 保住资产 甚至逆转性 第一步 必须要放眼全球 假如继续 正是死望着香港的话 恐怕空多吉少了 今集的节目来到这里 多谢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